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嘩 剛剛收到風 站在這裡 加拿芬道 是不是曲奇童話 大市場 2700萬 市場大約2700萬 有人跟我說2650萬 我猜2700萬左右 遲貨3年 輸31% 當時用3900萬元來跟你說過 當時我還覺得超貴 不要緊 沒價錢 現在租金是98000元 4.35厘回復 老實說 我不想得罪 我覺得租金有一點水分 一看我不覺得是98000元的租金 但你明白很多時候 上手買來的時候 我曾經跟你報道過 3年前那時候的租金是65000元 現在是98000元 拿出來去買 在市場上力積了一段時間 但你明白為什麼 這是最好的知識 我不敢絕對 我感覺不是98000元 但可能租金很強 沒有辦法 是好事 這裡看著加拿粉道 對面是K11 看著曲奇傳奇 我都說香港人真的不公平 曲奇傳奇的背景 那麼強 說的是半島 西餅的總廚 出來去開 曲奇四重洲 謝令 港姐 出來搞 但反而是珍妮谷奇 真妮谷奇 珍妮 在赤柱開始 Snowbody 但這間店 現在總之成交了2700元 已經整個大廈 這裡的確資料是 Shop H 結束面積300呎 社用大概216呎 門褲大概12呎 心大概18呎 不要看本字 本字寫說14呎 門褲 也是 大家要留意一下 體內的店好像很大 我不想得罪人 但現實你真的要知道 一般在這裡看出來 這一部分前面的時候 一部分是凸了出來的 道理性 如果當完 開間一間 食肆肆 這部分要縮整呎 整呎 整呎的門面是沒有的 但做零售沒什麼所謂 像旁邊這裡 做成的話會縮進去 所以你不要以為真的凸了出來 4.35厘回報 原叫價3880元 成價大約2700元 人口2650元 可以買公司 如果真的買公司 就沒有人知道 這個價錢 實呎價的時候 要租 在這裡 98000元的租金 你取除 實用面積是216呎 你取除453元 我感覺這條街 不是453元的租值 我感覺 這裡應該是市值租金 6-7萬左右 我覺得現在市值租金 6-7萬左右 實呎價港幣 大概這裡可能是300元左右 建設價是217元 原本業主 2021年的時候 就3900萬 賣進來 就輸了這個 30% 沒辦法了 那時候買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時我都覺得 怎麼了 資金回來這個核心區 那時候被加息 但現在沒有辦法 就洩漲了 再看一次附近的環境 這裡是K11 出來的加拿芬道 這是旺段 河內島 摩地島 走過來加拿芬道 那邊 金馬倫島 曲奇傳奇 旁邊的宏生 找換店 之前我曾經跟你說過 2020年1月份 曾經成交過 是6000萬 前後鋪 就說這間曲奇的 轉奇 已經成功大 這個可以的 現在說真的 2700萬 收租如果真的 98000元曲奇傳奇 生意也好 又適合自由行的時候 口味 繼續交租 真的不錯 如果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下去 因為它的租金 是98000元 去到2025年的7月31日 到時希望它的租留下 然後繼續交付 是好事 5分試吃 10分超賞 分手手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2010萬這個位置 始終這層回報 免的回報都始終較高 比羅布 一分腳 這個6分威力 難得 資金回來這個 很開心 關你煮 關你買家 背後部 記得說吧 成匯商鋪 配套真 租金實 保證鋪真價實 好 看到車這間鋪 成交市傳 2700萬 還未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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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14尺 無明尼泡 哪有14尺 這個圖籍 裡面看到了 細部面積大約216尺 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個 管子 張相 曲奇童話 好 各位業主 各位買家 拜拜